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民国77年开始创业 那么很多有生产力的年纪 都涌向股票市场去 所以生产的工厂里面找不到工人 因此两年下来我毫无取舍 因此丘医症就开始慢慢在我的生命里面浮现 我常常是想是自杀 甚至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还是写了很多遗书 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我就找我的大学同学 他就是台北领量场的真国城指示 那么他就给我一本圣经 那么他叫我回去稍稍看一下 我回去一看的时候随便翻 就翻到《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 远若转的全世界去丧失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可以来唤起自己的生命呢 我发现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经文 圣经是很特别的一本书 它是对特别的人在特别的时间里面 讲特别的话语的一本书 我不仅仅是寝图圣经 而且参加教会里面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 你知道吗 这个忧郁症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注意力 无法集中 可是我参加活动完之后 或者读完圣经以后 唱个诗歌以后 我发现我的记忆力重新恢复 注意力重新恢复 非常非常奇妙 所以我就决定继续寻求神 更难能可贵的就是真国城弟兄 他请刘牧师来为我来祷告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 我是第一次被牧者来祷告 我发现那个祷告是让我自己重担脱落 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感觉 那么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平安 后来多次这个忧郁症复发 那么在复发的时候呢 刘牧师跟师母呢 他们都来探访我 来为我祷告 甚至于来在假日的时候 推我到郊外去走走 为什么敷衍的那么快 敷衍的那么完整 就是在爱里面的服饰 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跟力量 那在这个当中呢 我就感受到教会的爱 然后再让这个爱就是充满在本觉身上 不断的浇灌 他喜乐的灵就充满慢慢的 他就回复到他过去的生活 过去我患忧郁症 不应该忧郁的忧郁 现在呢我患了一个另外一个症 就是喜乐症 喜乐症是不应该喜乐的 确实可以靠主常常喜乐 感谢神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都是耶稣基督的怜悯 跟恩典所造成的 我把荣耀送在全民国度 统统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 阿们 阿们